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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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想問你 學生走的時候 要運走學生 你會不會在場 或者是戰戰 怎麼運走學生 柴玲啊那些 吾爾開希就走了 即是那些逃離 北京逃離中國的時候 那時候我已經在香港了 我六月四日一兩天之後 我就回到香港了 因為當時香港政府 有一架專機 去接香港的記者 以及去接香港的人 那時候我第一班機 是跟著整個大隊撤離了 給你拿走那些攝影的那些 全部的帶子那些 這個呢 正正是民心的背向的指示 我們離開北京 我們的車 在路面上面的時候 你見到前面很多人 在公路上面 軍隊不是控制了全部 在比較遠離北京 這個天安門廣場 其他路呢 有些還是被民眾 自由出入的 那一大堆人呢 就逢是經過車都去檢查 那我當時心想 咦 什麼人來的 當時你說打內戰 什麼鬼都出 謠傳出來的 那在那裡說 我就說 我就猜 咦 是不是打架劫社呢 那我叫那些同事 我說不要 你們不要吵 等我去說 因為為什麼我自覺是 你國語得 我國語識 而且我相對來說 我當時是走大陸線的記者 我自覺我給他們都有經驗 和有文化背景 因為我大陸出生 大陸仔 那我就跟他們說 我說什麼事啊 他們說 你們是什麼人 我說我們是香港記者 嘩 一聽見香港記者 死啊 不死啊 他說你們有沒有 你們快點 離開這裡 將北京所發生的事的消息 你所見所聞 跟我們講出去 我們說跟你開路 是的 跟著 這個 第一道 第二道 去到機場 我們整大堆器材 所有的錄影帶 拿著在手 海關 那個海關 海關問我 你們是不是記者 看見我們這樣的陣勢 我們說是的 他說 有沒有錄影帶 有沒有廣場錄影帶 我就好像那個 綁炭的車那樣 膽薄膽 嗯 外有 是啊 嗯 那怎麼辦 跟著對方說 快了過關 嗯 其實有好運 大家都覺得他會捉下去 是啊是啊 但事實上 民心不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說 北京這場運動 是有一個 土壤在陪植出來 而不是外力加諸在那裡 嗯 或者有外力都不頂 但是外力是一種很小很小的成分 老實說 我現在叫你放坦克 你聽 我都傻了 是吧 說笑話你 如果你不是覺得真的 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的國家 受到這麼大的壓抑的時候 一定要採取這個行動 你不會這麼做 嗯 嗯 當時呢 真是民不聊生的 嗯 每個 每年的通脹呢 是百分 是雙位數字的 沿海達到 是差不多百分之二十的 每年通脹喔 嗯 人工還是做36 不做36 那些喔 那為什麼會通脹呢 就是因為它開放部分物價 那些人呢 就拿了那些那些的物資呢 就倒賣了去市場上面 那些貪官就落個袋 那些錢 那些貨呢 就去到那之後呢 就價格飆升 那些人買不起 買不起 那怎麼辦 就垃圾土皮啦 垃圾土皮就長期有 有職怨啦 所以那些人出來的口號 當時是說打倒貪污嘛 打倒官倒嘛 然後進而是要求民主嘛 所以初初是經濟行頭的 嗯 那麼你看看這個 這個星星之火 砰一聲 在北京爆發了之後呢 嘩 惹來什麼人啊 嗯 學生 工人 市民 官員 記者 嗯 全部出來了 為什麼會這樣啊 你想不想像到香港 即使是去年的雨傘運動 都不會砰一聲 全部人都出來了 就是兩個不同的了 哦 香港 我們那個震撼性的範圍 不會擴展到商人 大陸和香港當時的環境很不同的 香港有各個不同的社會階層 有錢的 嗯 有中產的 嗯 有貧下的 OK 那有類似的 是吧 那這些不同的人呢 對雨傘運動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北京當時呢 基本上你不是官 你是民 民是窮的 嗯 OK 生活受到困難的 嗯 那加上 呃 工人壓 最低行的 那是學生 工人 市民 呃 很多幹部都出來了 我們當時見到在支持學生運動的 除了學生之外 很多 很多官署的 人民日報 新華社 中央電視台 那些老記者 好像 李亨利那樣 上一年幾的 我那樣上一年幾的 白髮瘡瘡 有一百多人就 過著寫著人民日報 解放軍報 什麼都寫著 一條橫幅寫在前面 人民日報高級記者 高級記者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副總編總編社長那些 才叫高級記者 不是我們香港那些 做了三年的那些 叫高級記者 那些年輕人出來 社會氣氛很濃熱 嗯 而且還要說 你不只是北京出現 我們學生 還是一擴散出去 南到 海南島 北到黑龍江全部是 即是沒有封鎖新聞 即是 他封鎖不了 哦 他封鎖不了 不跟他合作 是的 沒錯 總之消息流得很快 各地都支持 後來為什麼說 學運後期 廣場的學生 大部份是外地來的 外地來不是北京城的 哦 來支援 來支援的 北京那些學生 已經是 就是搞完前一波之後 累了 累了 有些人回去了 哎 外面都來了 那為什麼會 真是星星之火 可以療圓呢 當然那個圓是相當之乾燥 很多火種 一點就是那些情況 所以你如果賴這場運動 是外來 勢力支持 是香港 學聯 拿了一些帳篷上去 而能夠支持到 到他 後來這樣的狀態的話 這些人簡直就是 頭腦簡單 是吧 你想一想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香港 你是香港的市民 你會不會 會不會 用一條命去支持他 當時1989年 改革開抗十年之後 中央控制的嚴密程度 是遠過 高過現在很多 你走出去 你找命搏 你如果不是 不搏命 又沒有命 這樣的狀態之下 你都不會做了 所以我經常說 這場運動是歷史的悲劇 但是這場運動 是有當地的土壤在支持著的 就不是說外國勢力 運一些錢進去支持這個運動 你現在叫中國共產黨 運一些錢去華盛頓 叫他們搞這樣的事情 給我看 現在中國有錢 你搞得到你就好 你搞不到 那些人不會傻 不會理你 是吧 所以 到現在還有人說 北京那些動亂 是外國勢力支持的 要不就是官方 迫於無奈這樣的說法 因為它要找一個解釋 要不就是那些人 貪圖富貴 依附中國共產黨 在香港那些說法 這些兩樣東西 完全是很無恥的 哦 但是它現在抹黑香港的 那個雨傘運動 都是說外國勢力支持的 唉 那大家知道 這件事情在香港發生了 老實說 雨傘運動的主要是青年人 為什麼青年人這麼苦悶呢 因為近期的樓價飆升太厲害 我們工資的上升的進度 離我們的總體經濟GDP的成長相差很遠 是的 近十多年來GDP一直這樣上 但是我們人工加幅度很緩慢 為什麼呢 貧富懸殊得太厲害 所有資源集中在地產商的口袋裡面 買了一層樓之後就供給它 自己能夠Disposable income很少 加上政制又果足不前 是啊 然後前幾年又有這個國教事件 嗯 那你覺得經濟又分不到我 政治又果足不前 OK 教育又總是想跟我洗腦 那些人就火滾了 哦 就是又有些官商勾結 你看不到的 那官商勾結呢 這個你說是不是有很具體的事例呢 如果你說譬如說 你用貪污來代表 那你現在看到了 前司長已經在坐牢了 OK 然後現在前特首就在周身毅 那這些是不是呢 我不敢說 因為法庭始終是離洗 而且還有個別的Case 你可不可以說 將它無限上綱上線到 有官商勾結呢 這個不敢說 但是有個別的Case在做 但是 由於我們的基本法是保障資本主義 在這裡做了一個主鬥的力量 它的政制也是用這個 構想去設計的 所以 商人 和專業既得團體在香港 是有絕對的 所有的力量 是啊 好啦 這些力量霸住了 立法會的議席 控制了行政長官的選舉 嗯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般的市民是很難 有一個舒暢的政治環境 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也影響了財富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一次分配就是你的薪金 嗯 你做一份工究竟跟老闆分了多少錢 你一次分配 二次分配就是你的稅款 有多少通過了納稅 去到政府的口袋裡面 政府的口袋裡面 如何花這筆錢 去令整個社會建設 很大問題 兩樣東西都 控制了你的薪金 25年前做一個記者 一萬元 25年後做一個記者 依然是一萬元 現在都是一萬元 大把人在啊 一萬元一定有啊 是好的機構才有啊 OK 記者如是其他 其他你們社會接觸這麼多 都十至八九 是吧 以前我們做記者的時候 拿一萬元呢 還可以下午去喝茶 現在每個記者呢 十個 有三個拿著飯盒上班的 那你就知道什麼事 每個都不下不下 為什麼呢 那些人跟我說 我只是想中落彩 我說你為什麼要中落彩 他說我想有一百萬 我說你要中一百萬 給手期 是不是 大家在生活壓迫之下呢 就形成了這樣的局面 那你說OK 那香港很自由啊 你做生意就可以了 但問題現在 香港經歷了一百多年的資本主義 大部分錢已經集中在一些 所謂大老闆手材上了 你想做小生意 你全部要有地的 你的地就被控制了租金 租值 和樓價 那他用這些力量的時候 主導了基本上整個社會的經濟 你的小市民是很難掙扎求全的 是不是 那接著就是 你的稅款又低啊 百分之十五左右啊 你做生意也好 個人納稅也是百分之十五的 留成下這樣 多不得一兩個百分之 這麼大的社會 需要這麼多的建設 你這麼低的稅款 市民哪有錢去做學校 做醫院做老人院啊 基本上我們現在OK 百多年來我們都是節衣縮食的 錢是放在自己口袋裏面的 老來就是 世事就是養子 老來就是防老的 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在今時今日 這樣的服務水準是不行的了 一定要有制度的運作去保護這個 在這個社會上 仍然幾十年都未能夠 戶口那班人是很多的 現在Baby Boomer全部都六七十歲了 我們都是Baby Boomer後期的人 都六十了 喂 你如果不是早前買了一層樓 你現在真的拍手無塵的 那這些人 這些人 我算是幸運 做到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 不多不少 有小小小的積蓄 小小又讀成書 大家勉勉強強 但是不是很多人好像我們那樣幸福的 是啊 很多人的生活很辛苦的 你依然是百分之十五的稅 你拿到稅款 你是根本不足以支持 一個這樣複雜的社會 但是他還有很多錢 拿出來建些大白像工程 那些 那他現在 我們香港是有錢的 因為老實說 香港那個 因為他用於這個 基本建設 社會福利 教育啊 等等的 扶貧 制佬 這些 的項目 老實說 你整體整個政府開支 就好像很多這樣 因為你用百分之來計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每一樣的項目 都是有個明目在這裏 下面的資源是很不夠的 你現在 單是說老人員 嗯 你不用看到那些 找水油和老人家洗澡那些 如果那些 建了一些政府的老人院 就不用出現這種情況 我都不明白 就是他所能夠 有的錢是少的 他不敢很具體 建了幾間老人院 建了幾間公立醫院 他不敢做的 我們這十幾年來的公立醫院 有多少增加 你要數得到 數不到的 大嶼山找一間都搞好 很久都搞不到 現在勉勉強就搞定了 但是需要的仍然是很大 嗯 那麼他的稅款是這麼少的時候 你根本就是 不夠 不夠錢來做 現在為什麼近期 連年都有這個 這個財政盈餘呢 為什麼呢 有 surplus呢 就是因為他賣地那裏好 然後那裏 樓宇交易那裏多 然後基本上才可以拿到那些錢 如果這一陣子是沒有了 就很麻煩 所以呢 再是用這些 以前的 所謂Laser Fair Policy那種 思想去想 香港的整個經驗運作 是沒有把握做到的 但是現在他仍然是這樣問作 你們這些 我們這些年紀 當然啦 我們已經是 很幸運過 是啊 但是下一堆 你怕不怕他們這樣做 是不是根本是 其實想逼 沒有一個政府想逼一班年輕人 又想來一單六四的 我想他當然不想這樣啦 所以他才做很多青年團體 是不是 希望可以拉住他 但是問題呢 就是 他不是真真正正是 治到病原 嗯 他只是治病精 是不是 你搞多些青年團體 但是你 沒有一個很好的 你剛才說的單是大學教育 嗯 我們現在大學教育的 適靈入學裏 百分之 官立學校的 政府校的百分之十八左右 好 OK 因為 入學生 越來越少啦 那有時候是推到二十左右 但是 很多人想讀大學的 又沒有官立學校可以讀的 入不到 是的 交不到四萬四元一年學費的 只要交得更高學費 但是 私立學校的質素是低一些的 嗯 或者要出去外面讀的 這些人 佔了很多人的 這些是要錢的 父母是要為他擔憂的 為什麼現在的人說 讀書那麼痛苦呢 因為你 公立大學的數額少嘛 個人都希望可以入到好 入到公立大學 那你就希望可以入一間好的中學 你希望有一間好的中學 你要有一間好的小學 入一間好的小學 你要有一間好的幼稚園 OK 所謂好的就是 你要配合到他的考試模式 如果你現在突然間 我現在將半支二十左右的大學 生日比例 去推到半支五十 那我相信 之前的壓力一定會下降很多 因為大家都知道 OK 我兒子應該可以學到大學 你又不用在那裡怕 不用在那裡趕 不用在那裡逼他讀書 是吧 所以 沒有辦法了 現在政府依然是用保護資本家 利益為上 這個方法去做事 是啊 香港老實說 真的永無寧日 那些小學生沒有出路 那我又想回到六四的時候 這樣有興趣就說六四 是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為什麼還敢說 你不擔心家人和你兩個女兒嗎 在香港始終是一國兩制 雖然中國政府或者香港政府 很不想聽到這些聲音 但是基於香港一個這樣 到目前為止 依然它是要珍惜的一個雞蛋 OK 它不會在香港做一些太過難 所以你以為他們那些官員 不知道六四發生什麼事嗎 它讓我們知道得更清楚 只不過它不想在裡面說 你香港說 對它的影響力不是很大 OK 它為什麼不封你的口呢 為什麼不封你的口 因為唯一 唯一真的好說不好聽見證的 好說不好聽死剩你一個 差不多 那又不是 不是死剩我一個 還有 見證在這裡 見證都很多人的 絕對不是我最後一個 因為 即是我不說年輕的人 我告訴你 為什麼大家好像覺得 我是一個icon 在這件事情上 因為當時呢 我是有全北京城 唯一幾部手提電話 我即時將通過手提電話 能夠將現場的事情 就說了出來 因為當時北京的手提電話 是未正式營業的 是一個試驗的階段 我們借了幾部 就是人家在試驗的電話 死霸著不還給人 其他電視台都慢慢慢慢還回 因為政治壓力之下 我就跟他們說 我死都不還的 你告我 是不是大哥大 大哥大 大哥大 收得幾好 收得幾好 我們故意將那些攝影機的電池 改裝到那些電力 是適合手提電話的 拖著一個這麼大塊的電池 一路這樣 周街走 一路長講長有 就是因為那個電話 將即時裝甲車入城 軍隊入城的消息 用我的嘴巴播出來 大家才會覺得 好像以你為一個icon 其實當時的文字記者 電台記者周街都是 只是他們虎無發聲機會 給我的聲音就籠罩了 大家以為我是一個 其實現在每年六四 維園燭光晚會 去現場見證的人 多的是不是我一個 我只是其中一個 很無膽地由這個 人民的紀念碑撤退出來 那個一個人 現在還有很多行家罵我 說我當時是無膽的匪女 無所謂 老實說 每一個人對著某一個情況 用什麼方法應對 有不同的方法 總之我撤退之後 我依然拍到一些片 我依然整隊隊伍安全似乎回來 我的片可以成功播出 這是當時我想的東西 你說我當時有沒有貪生怕死 我當然有 真的不怕 當然有 我老婆戴著肚子 在香港看著電視機 我一直打電話報道的時候 我一直跟她說 我說我沒事你不用怕 打完一個電話回家 然後就打回聯台報 OK 香港人民的知情權更好發佈 不是 你死了就死了 我當然不死了 你害怕的程度有多少 譬如十度 一度至十度來講 你害怕的程度 當時 我害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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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會急了 那是十度來的 我又未試到這樣 因為當時 一 我們都叫記者都叫見過場面 這些場面你見過嗎 即是其他場面相關 因為我在台灣讀書 在台灣讀書 有一件事叫做守軍訓 你有守軍訓 對 所有人都要 那守軍訓的過程裏 最後一個課程 是有一天 是模擬戰爭現場的實境 即是說 扔你到戰場裏 模擬一個狀況 機關槍就在你的頭頂 一兩尺 然後到處有鐵絲網 到處有炸板爆炸 然後在鐵絲網下面 爬去一個地方 要去佔另一個地方 所以這些槍聲 爆炸聲和戰場的味道 我是有少少經驗 即是說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你是可以分辨到 槍聲從哪裡來 OK 你處於什麼環境 比較安全 你應該 下一步你應該怎麼做 即是這些事 有少少概念 即是好像同志軍 即是走過一下 好了 相對於其他 同志軍都沒做過的人 我就好像鎮定一些 鎮定之餘 你就要想一下 我留在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sustainable 現在很喜歡用我這個字 sustainability 究竟我可不可以sustain sustain到呢 sustain到的時候 下一個 下一步 sustain不到的時候 你即死了 我的作用 我就要想這件事 你說我緊張的程度有多少 我想 三四度 三四度 是 你做記者 你怎麼都要鎮靜 鎮靜是你唯一生存的 其中一個要素 你一下子的情緒 很容易浮動 你只要擔心就行 現場賴尿 沒用的 是吧 因為你不是戰地記者 那你說不是 我當時做了十二八年記者 這場面都見過一下 這場面真是全世界 我猜是第一次 我們受新聞訓練的時候 都有些介紹的 即是說 我們當時 其中一本教科書 重要參考書 就是叫做 《二戰除軍記》 講過當時 美國的記者 怎樣隨著美軍 去各個戰場採訪 就好像看過一本小說 小說很多時候 寫的東西是很真的 除了時間 地點、人物不同之外 你有了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一個 紛亂的狀態裡面 稍為有些 好像有一個方向 你說我怕得多 總之我怕也好 不怕也好 我能夠很鎮靜地做一個報道 很有信心地建議 我們的總監 應該什麼時候轉移 什麼時候撤離 我覺得 我盡了我的能力做 你說我是否貪生怕死而撤離 我不否認 因為死的不是我一個 一死就 整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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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只是為了採訪 不顧安全 這不是一個長久之計 但是我想問這件事 你有沒有試過有人想維穩你 你也有沒有試過被人跟蹤 我不知道 沒有人被人維穩我 不過有些朋友 比如各方面的朋友 叫我 阿楓你不要學其他人這樣瘋 你好好做份記者就算了 你出來講那麼多話 那麼多話 你自己有什麼益處 有 這些朋友也是善意的 他也是為了某方面服務 但是一個壓力就是僅此而言 沒有再多了 我後來回來香港之後 也有當時新華社的朋友的人 叫我 你暫時不要回去 免得了 你先休息一下 看看什麼事 所以我也是由這個 做中國記者的路線 轉向做香港新聞 慢慢從此離開中國新聞那條線 越來越遠 那這些是否叫你封口 我又不覺得是 那些其實都是朋友 他們完全知道北京發生什麼事 比我們更緊張 因為死的人是親戚朋友 一句都說完了 所以現在要封鎖這個消息 就是中國當時的高層 其他老百姓比我們更慘 你看天下門母親 那幾百個名單 全部都是他們的子女 是嗎 他們的痛比我們更慘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是 你覺得中國應不應該向人民 或者天安母親他們 就是道歉呢 這個要很大的勇氣 是啊 我想你過了習近平 可能會好些的 因為你這個領導人 和當時的事件 越來越沒有關係的時候 他這個勇氣越來越大 不過中國還有一件事 除了人的關係之外 還有一個制度上的關係 你一個制度 你一日未走向民主 你不敢道歉 因為你一道歉之後 人民立刻說 為什麼當時出現這樣的狀態 就是因為高度中央集權 好了 你現在道歉而已 那我們怎樣可以永遠避免這件事去重複呢 那你就要接受人民監察 你一接受人民監察 一定會說到 你現在政策要怎樣改善它 所以這個道歉我相信 是要整個政策 整個經濟搞起了 它管治的思想有所改變 可以將中央集權這個手法 變成了一個 傾向民主的路 一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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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才可以有勇氣道歉 而不會怕道歉 引來一個更大的一個社會動盪 才行的 其實現在緬甸 黃山素姬 就是和軍隊的交往 都經歷了幾十年 它被人 八九年之後 被人 叫做什麼 軟禁 軟禁了這麼久 然後才磨到出來的 OK 那中國 能不能夠好像下法緬甸 軍政府那樣 慢慢通過了適當的放寬 慢慢經過一個自由的選舉 所以 終於可以現在 大家都寄望它可以順利 現在政權 這兩天的新聞都說可以做到這一點 香港都沒做到 昂山素姬 香港都沒做到 香港都沒做到 這個方向 你是枉然 但人們也不會隨便 用自己的命 去爭取這個方向 因為現在 香港真的是一個 挺好的社會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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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